現在開始的是3點20分的議程 由宇昌帶來的 Hacking Everything Including Society 真的嗎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Hacking Everything Including Society 真的嗎 會有這一講的原因是因為我在文明前 在Postcard這邊其實已經做過了一場類似的演講 叫Hacking Everything Including Society 那還是先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應該會有很多對很多的認知上是政治的事情 那請大家等一下如果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還請多報案這樣子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宇昌 那我喜歡說我的職業是自由軟體工作者和公民記者 現在我在PDs擔任研究員 那這是5年前我的簡報 Hacking Everything Including Society 當時候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其實我們有 我們Open Source這個全職 其實我們會把我們的想法寫成程式碼 那透過把程式碼放在舉例來說 像GitHub或者是最近比較流行的GitLab來傳播 之後呢 我們大家也許會對這些程式碼做一些討論會有些出錯 之後可能還會有新的想法去做Patch 那我們的標的其實是希望改善電腦的運作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比如說把我的想法寫成文章 然後透過這個文章引起一些傳播或者是行動 那以及大眾的辯論之後呢 再有些新的想法 那這個標的是讓大眾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社會 當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我希望可以這樣做下去 那這5年過去了 這些想法落實的狀況怎麼樣呢 這個是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那在這一段時間我做過的事情包含這個 我在成商團體裡面幫忙寫文章的論述 以及曾經擔任黨產會的兼任委員一年 那現在我在PITES研究員 那這些經歷大概是這樣 就是罵行政院 然後法律法院 然後罵司法院跟法國 那黨產會的時候 我稍微記錄了體制內以後呢 現在我是在體制內 PITES其實是在行政院裡面的一個辦公室 那時候其實我是想著 那個時候我很喜歡這段話 就是降級跟這段話 這個社會正在等待hacker的降級 就像浮宮一樣的喪力 可以用最優質的服務來改變社會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各行各業自己都有各自的專業 其實不一定是誰拯救誰 技術真的不一定是在這個時候 可以拯救大家的東西 與其說是從天而降 還不如說其實我們是重新去爬另外不一樣的山 去了解別人的專業跟別人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遇到了哪些問題呢? 那我先從這個 當時候分享的框架開始講起 當時候我又套出 如何成為一個駭客的這篇文章 裡面的五個態度開始縮起 裡面的五個重要的態度 那第一個是說 世界上有大量有趣的問題等待解決 那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這些問題也許有趣 但是在解決之前很快的動手 其實不一定可以真的解決這些問題 反而停下來想想 我們是不是真的看懂背後的問題了 那以毒品這件事情為例 我相信應該有不少人都看過這篇文章 那我大概說明一下 現在我們毒品政策上的一些 吊詭的地方 大家談到毒品常見到的政策就是 我們要懲罰他 我們把他關起來 希望他藉由這個懲罰 讓他知道說你吸毒是不對的 你不可以再吸毒了 可是一個毒品的成因 其實他分成兩個層面 一個是身體的成因 你把他關起來了 竟覺得他生理的成因 確實這一塊會被戒掉 但是還有另外一塊是心理的成因 還有一種是社會結構的不得不然 舉例來說像林立青的那本書裡面 他就有提到一些關於毒品的案例 有一些焊接的工人 他必須在嚴護的環境下工作很久 或者是有的人他已經缺錢了 他需要去開貨車 然後他需要多開幾趟 他才能賺到一些錢可以養他的小孩 這個時候他可能不得不然 去做洗毒的這件事情 那當你把他關到牢裡面去了以後 等到出來以後 他其實面對的會是 更嚴酷的一個求職社會 因為他要去求職 他可能會遇到他的前科 也會到他工作 他能找工作法變少了 那這個時候 人可能就會又回到那條老路 因為他的老朋友 可能還是洗毒的那條朋友 他可能就還是再來一點 要我自己好歹 這個時候感覺像個人一樣 可是我們的社會又會覺得說 你再犯了 你再犯這樣是不OK 我要幫你再關久一點 那越關越久 只會成為一個惡性循環而已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個問題 關到監獄真的有用嗎 坦白說如果我們的監獄的功能 是完整的話 也許我們透過監獄 我們可以讓他們重新擁有新的技能 可以擁有新的朋友 可以重新跟家人的關係 也許他是真的可以回到這個社會了 可是又是這個BUT 可是因為太多人關到監獄了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監獄 四成以上都是嚴毒犯 都是洗毒或犯毒進去的 結果我們的監獄已經失去了功能 這些人他進去了 他只是關到時間滿然後就出來 他也沒有一個可以幫他重建社會連結的關係 結果這些人就落入了原來的這個循環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回頭來想想看 那我們剛才的這個想法 其實裡面就涉及了很多東西 一個人為什麼會沒有選擇 這其實是來自於社會學的觀點 從每個不一樣的觀點 其實就會看到不同的分析方式 會看到不一樣的問題 反而大家會發現其實一開始我們想到 我要懲罰他這個想法 如果沒有弄好 他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問題 然後造成更廣泛的這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提一下 而不是我們只覺得想到那一個問題 我馬上就動手去做 而是我可以多提一下 我多想一下 有沒有別的觀點 或有沒有別的分析方式可以去看他 那不同的分析方式 其實你就會看到不同的問題 接著你就可能得出完全不一樣的解答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要強化監獄出來後 他回歸到社會的這個過程 我們是不是除了生理的誠意外 我們針對心理的誠意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去協助他擺脫過去的這個循環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就可以去避免掉這個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那這也是一個很推的一個TED的演講 他其實講的就是 當我們總是從同一個角度來看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許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真正的問題 而我們只會看到我們的偏見 那藉由不同觀點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也許我們才能看見這個問題真正的全貌 那再來另外一個態度是 沒有人應該解決重複的問題 那沒有人應該解決重複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有了一個解法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把自己的解法寫出來 讓大家可以知道可以不用再重新造一次輪子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如果說各位 如果這個時候已經爬上了一些山頭 努力了讀了很多一些東西 了解了一些問題以後 其實你可以嘗試用前寫一筒的方式 把這個答案寫下來 拉近專家跟人的距離 那我會覺得專家跟人的距離 只是現在的一個大問題 那等一下後面我再次提到 那如果問題很重要的話 其實很好玩的是同樣的問題 其實不同的領域其實都會有類似的解法 舉例來說像是敏捷開發的一些思維 其實跟過往的管理領域的一些思維 其實是有一部份是可以結合的 所以如果問題這個問題很重要的話 從不同的領域去找 也許你會找到類似的方式 或者是不同的面向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很多時候有些問題 其實是人文領域的朋友 他已經嘗試解決過不少的問題 從那個地方去找 其實很多時候可以找到不一樣的解法 而或者是反而是開拓各位失業的一些解法 那我們透過這些方式 其實就有機會站在他們的肩膀上 就好像我們站在open source的肩膀上面 來使用linux一樣 沒有機會去站在這些人文領域的朋友 他們的思想的肩膀上面 重新去看這些問題 重新去發想新的解法 那這邊還要再提一句 當時候提的information technology 是information plus technology 那這是我很敬重的老師網中人 他當時候提的一句話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容易被我們說 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技術給綁住了 但是我們就忘記我們真正要解決的 其實可能是那個處理的資訊 而那個資訊的屬性是什麼 它的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中間我該怎麼處理 那再來第三個態度是拒絕成門級法位的事情 那你用解法當然就是製作工具來把它自動化 可是在製作工具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也是 也許我們應該好好想的 工具背後其實常常是有它持守的價值 而且這個工具它會塑造性的價值 那你做的工具這個價值是什麼 如果它是一個減轉的小小的script 或者是爬蟲 其實它也許還好 但如果是複雜一點的 我們來去理一下 像是這幾個都是我們來 可以拿來經營社群的東西 Discourse PHPPP 那個我們早前使用的東西 還有像是PTT 那不同的介面 不同的留言方式 不同的推文虛文的方式 其實都會塑造不同的社群文化 那它這個工具它背後持守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它會影響到它所經營的社群 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當我們在打造新的工具的時候 如果這個工具相對複雜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多想一下 我們打造這個工具它背後的邏輯 是什麼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一時的不勝 這些解決問題的方式 它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問題 造成更多的困擾 這可能是我們可以再多想一想的 那再來第四個態度是自由 它當時又提的自由是要維持言論的多元性 要打擊霸權主義 那可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其實常常都會想 我們把各種的言論丟到網路上 真理會越變越明 然後事情會被大家理得越來越清楚 但是真的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近其實最常見的就是假新聞的事情 那這是劉志欣的報導 這個報導真的也滿好玩 顯得很棒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講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認為把很多資訊都丟到網路上 但是好像並不是大家都一樣 跟我們有一樣的查證能力 有一些資訊也許明顯有錯 那甚至有可能連我們自己都被騙了 尤其在我們不擅長的領域 那更進一步講很多時候 比如說像自由市場這件事情 那自由市場有的時候很容易會變成 強者霸凌弱者的一個保護上 我們來舉個例子來說 像是自由市場這件事情其實是有一個前提的 這個前提是我們的資訊都碰到自由 可是像是我們如果我們要找工作 要求職 要在學校裡面找主教的工作 我們資訊真的是透明的嗎 你真的知道你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嗎 你真的知道你進去以後的工作環境是什麼 或者是老闆經營的理念是什麼嗎 但反過來說你的履歷卻老闆卻一打不一 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市場就會是不自由的一個市場 就算有人聲稱他自由市場 但結果就是擁有資訊的人 他會霸凌沒有資訊的人 而各位就會變成在這個裡面 被犧牲的一個對象 所以順章最初才會講這句話 離卵即時在高大堅硬的牆跟雞蛋之間 會永遠站在雞蛋的那裡面 那這是一種選擇 可是我們要重新回來反思 我們今天在open source這個圈子裡面 我們追求的是自由 open source這件事情 其實是追求一個言論的自由 對不對 我們希望我們都有那個自由 可以去communicable 可以去改變我們手上的軟體 那這個看得懂程式碼 或能夠寫程式碼的這一件事情 會不會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背景 舉我自己個人為例 其實我自己自學拍攝 我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這兩個月的時間 我就像個廢人一樣 我在家裡面 就是吃飯 睡覺 看書 還有寫拍攝 然後我這樣用兩個月的時間 把自己練起來 但這段時間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 在家裡面消耗 那希望我有家裡可以支撐我 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 才讓我擁有這個能力 可以進來open source的圈子貢獻 那我們怎麼讓那些 也許他沒有選擇的人 或者是他每天終身為了生計忙碌的人 他也能夠享有跟我們一樣 在open source上面的這個言論自由 這我覺得是 我們大家都要一起好好思考的問題 再來一個態度是 第五個態度是 信念不能替代能力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自己去學習 當時候我是覺得 可以建議大家用google找相關資料 不懂我就找一些論文資料 過來把它弄懂 但是我後來發現 很多時候你看到的問題 你要能夠了解這個問題背後的脈絡 很多時候其實反而是 許多人文領域所謂的 不用自用的文字 它才能夠帶給你那個觀點 去看見這個問題背後的脈絡 舉例來說你可能會需要社會學 來了解為什麼有人會沒有選擇 那經濟學會告訴你 人在你之下 為什麼會做這些選擇 或者是權力 這個場域裡面的權力的利用 比如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講話 其實我是擁有麥克風 我是擁有權力的人 可是我其實是比較難挑戰我的 從這個地方看到這些事情 其實你才能去看得到這個問題 背後我大概要找哪個方向的文章 也許才能找到我要做真的東西 所以這個也許是一件 短期內看不到效益 但長期來說 我還是非常建議各位做的事情 那真的要改變社會 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那這邊我就用我自己的經驗來分享 這邊的東西可能就比較凌亂一點 那其他簡單又真的就是我 並不是有系統的拿到的是我證明的一些經驗 首先第一個是 我們如果要用網路來討論一個比較深入的議題 其實一定會遇到三大問題 那這個是唐末的演講裡面常常會提到的 第一個就是無知之強 就是我們搞不清楚相關的法規規定 搞不清楚事情相關的脈絡相關的論述 但有的人就急著發言了 那當然這些文章有時候我們看起來會覺得很好笑 但我們自己也有可能會做出類似這樣的發言 這也是我們自己要相信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詞 叫做理性無知 理性無知是什麼 那理性無知簡單來說就是 舉個例好了 我們如果要關心公共事務 其實我們要閱讀很多的文字文書 那各位之前也許有參加 有看到一些318學年的時候 符茂的論述或知青區的論述 那些東西都好創好長 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你今天工作完累的半史回到家 你還要讀那些文字 何苦呢 為什麼 而另外一步來講 今天很多人看你把主帽貼下來了 假設它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這件好的事情是全台灣的人都受益 那既然我不用付出代價 我又可以得到這些好處 那請問我為什麼要花時間 來了解跟閱讀這些議題 進一步講為什麼我要出門去投票 我出門去投票還可能被車撞到 然後我投的那片還不知道怎麼用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種人性 就反而是人在理智的選擇下 你可能會選擇 我乾脆不要去了解這些議題好了 反正那個改善我也享受得到 歸平權到時候我也是享受得到 我還不如把時間投注站 好好的去把我自己的本業做好 去賺很多錢 那對我自己個人才有幫助 那我怎麼改變這個社會 那這會導致我們這個社會上 許多人其實我跟他對於政治 相對來說是比較冷靠 或比較不了解的 那他就很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去誤信了一些文字 然後就可能選出 也許並不是那麼好的種口 那 再來就是白目之強 白目之強就是 我們人有時候討論的時候 其實會缺乏討論的素養 就好像專業知識那本書一樣 寫的一樣 人一拿到鍵盤就會酸就會讚 什麼話都講得出來 會缺乏討論素養 很多時候不知道如果有效評論 更進一步講 這種討論有時候會勾起人的情緒 而你的情緒常常會蒙蔽 人的情緒常會蒙蔽人的理智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這就導致好的討論 你出來那個好好的聆聽 對方的說法也更難達到 再來是資訊爆炸之強的時候 遺體會過於複雜 相關的資訊過量 結果我們卻負荷不了 沒有辦法分析這個遺體 那這可能要寫下來 那面對這些網路的 上面的討論有時候 有一個方式是還不錯的 就是ORID 那就是說我們有時候看的事實 會有一些感受 即使會有想法跟做一些決定 只是同樣的事實呢 會產生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想法跟不一樣的決定 舉例來說 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國際上是會晤國際 有的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他希望修改國號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區別 有的人會覺得 他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就會被國際重視 這就變成獨派跟統派 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可是最遺憾的是什麼 最遺憾的是 當我們在網路上討論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告訴大家 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什麼 我們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大部分都是直接拋出箱 跟我們覺得怎樣可以解決問題 而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看到前面的東西 我們就很容易會出現衝突 或不了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網路上就會產生 站迴的那種狀況 那當然這個時候 網路上就充斥了各種命 就是那種思想的碎片在網路上 那也許我們會覺得說 那也許我們也多拋出一點我們的想法 也許在這個地方可以幫助大家討論 但是在拋出之前 我也會建議大家多想一個問題就是 我有沒有可能說錯了 我會覺得我們今天討論的網路上討論 很多時候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在發表之前可以多想這一句話 就是問有沒有可能其實是錯的 而且它是對的 那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的發表其實會相對來說好很多 而不會那麼樣的極業 那其實也會進步的這樣這個討論 有機會可以去收斂 那在有沒有可能說錯了以後 可能要討論的問題就是 那我真的看清楚 現在這個議題說出的狀況了嗎 我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是沒有搞清楚的 然後呢不要太快動手 這就是前面講的 你絕對不要太快了 就直接動手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是Git10週年的時候 Linux說它10天內就把它做完了 可是這一段它就是前面 它雖然短短時間內就完成了 但是它其實開發的成本很低 是因為它在這個project開始之前 它想了很久 總結了很多別人犯過的錯誤 然後努力避免了 那它前面的這一段時間是什麼 這段時間的投入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也許我們在動手之前 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為了有這樣的過程 可能就要來臨輕易的相關的脈絡 舉例來說像是 我瞭解我現在是站在什麼地方 我的位置是什麼 我的觀點是什麼 我的看到的東西會不會以後 我的觀點或我的位置的受到局限 比如說我的資訊來源 是不是都是周圍的媒體 還有我的家人或我的朋友 那我有沒有可能讓我可以擁有更多的資訊來源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是 我在這個地方我不知道的 我可能要透過研究來把它補齊的 這個可能是我們要多想一下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容易 我們大部分都其實都很清楚 我知道的是什麼 但是對於我們自己不知道 對於我們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要多花一點時間 多想像我們才會發現 那我們有發現了 我們才不會去誤採別人的雷 還有一個就是 找過往曾經做過的研究 那這個探索可能不同的切入方式跟解法之間 像是人文領域的不同的觀點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研究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挑戰權威的想法還是需要的 那些文章我們也要用批判的心態去看它 而不是說它怎麼寫我們就怎麼接受 不同的觀點可能要多放比對 而進一步也要做自我質疑 就是不斷的反思 就是我現在看到的東西是不是夠了 我是不是完全釐清了 或者是也許我沒有完全釐清 那我現在這樣子 我是不是自己安心 那很多時候其實有些問題 是要放在心裡面想一輩子的 那這些問題就真的是急不得 那反而急了 你們還不一定的良好的問題 好 我們直接放 那當然這個過程中 我還是會鼓勵大家 如果你有想到什麼 你已經凝聚了一些想法 你還是可以想辦法 把這些記錄放在網路上 一方面有的人他可能也是跟你一樣 翻到這些議題 他可能會需要這些文章 這些紀錄來快速的達到你現在的位置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些東西其實相對複雜 可能過一陣子我們自己就忘記了 那留下一個紀錄其實也是幫助我們自己 未來需要的時候可以拿來回憶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態度是 誠是不必在我 很多人很多時候其實他找 想要一個很棒的結合 放在網路上 然後結果到時候別人 照他的方式去做了 他可能又很生氣 說這明明是我想出來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剽竊我的創意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是開源的社群 誠是不必在我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算是也許是別人做好了 那也許我們可以去跟他請教 他是不是有看到什麼新的東西 再邀請他把他看命的出來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這一步講 如果我希望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社會可以更好 我該怎麼切入呢 那其實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我們要先了解的是 改變社會的界面在哪裡 那這個是公民社會的部分 公民社會其實如果要改變的話 其實蠻多的 包含你去投書媒體 部落格 自己經營一個密電的部落格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 長期的針對一些特別的議題 來發言 那參加線下的活動 或是組織一些演講 也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跟NGO合作 了解NGO怎麼看待這些議題 那寫出NGO來做一些推廣 或當NGO的工作同仁 其實也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來嘗試改變這個公民社會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何拉近專家跟人民之間的鴻溝 那當然其實一方面專家可能會犯錯 但另外一方面其實專家的存在 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因為通常在那個領域 專家通常他已經看過比較多東西了 那專家他的一些想法脈絡 如果可以去釐清的話 其實是一條快速釐清議題的一個方式 那就我自己而言 如果自己面對了陌生的議題 我首先還是會先請教了解 有沒有專家可以讓我詢問 並且去瞭解這個專家 他怎麼看待這個議題 接下來我在瞭解這個議題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 盡可能比較全面的先到接近專家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可能會比較好 再把這個事情看清楚 但反過來說 現在也是因為這個社會分工的很細 而我們大家其實也都是 我們這邊大部分也都是有受過 很不錯的高等教育 那很多人其實也是一樣 但大家反而會因為 我在這個領域有一些成就 我反而誤以為我在那個領域 可以用我的觀點直接看那個地方 但很多時候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毒品政策 有時候你給的建議不一定是對的 或者是你給的解法 可能反而造成問題更嚴重 那這件事情其實會需要很大的力氣去應付跟 那進一步講怎麼還會出現假新聞的事情 就是有的人會故意用一些方式去操作別人 去讓別人去誤會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會覺得很難來處理 以為我們自己想推動的開放政府為例 開放政府的基石其實是 大家的資訊能夠公開透明 就像我們在open source裡面追求的一樣 資訊要盡量公開透明 可是我們人的大腦是有極限的 我們不可能記得所有的事情 今天一個法案丟給我們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自己 我們可能腦袋都會燒掉 那所以我們會需要專業的代理師幫我們看 可是呢 這就是可是 可是因為有需要代理師 我們可能需要選舉 我們需要選舉就代表 有人會可以操作資訊 他為了讓你相信你可以投票給他 他可能用各種方式來操作資訊 這就導致了我們的媒體上面 或是我們的輿論場 各種假新聞飛來飛去 那在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其實坦白說 我自己當目前我只會沒有答案 那也許我們自己有機會 可以扮演一個橋樑 就是當我們用我們這邊的專業 去爬到另外一個山口以後 有辦法在不同的專業之間搭來做橋 那政府的政策方面 其實它的介面就包含 公聽會 聽證會 那跟相關的NGO合作也是一種方法 因為他們可能長期的倡議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管道 可以去跟政府的官員去要求去了解 那這可能也是一種方式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非常建議各位可以看懂 眾務官跟事務官的不同 那這邊有一個 這個其實是 我們台灣很多公務人員都會覺得心有其極耶 那其實是一個 這邊可能沒有聲音 我就直接先摸 那你突然冒出一個地方 我現在放到了一個項目 就是了解 那這個項目 請到兩個地方 就到了一個項目 我看一下 就有想當這朵也要有做點 接下來 幾個檢查 過分他們 我們要求 第四尾 這個項目 都是 各項目 沒 完考就是類似KDI的東西 好 這個是公務革新力量檸檬做的影片 我蠻喜歡他的 因為他很多時候其實就是我們政府規劃政策的現況 很多公務員都反映看了這個影片 覺得新有七七耶 那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政府有機會邀請大家來協作 或者是來給意見的時候 可以把握這個送call request的機會 嘗試跟政府來協作 或者是說參與公平會 或了解 或給政府一些意見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也許短期內看不出有什麼效果 但是多嘗試總是會有一些結果 那再來我還是覺得參與NGO的運作 包含也許是當事工 或者是直接在裡面成員工作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舉例來說 這是一個論文叫做 審議造就雞皮公民 他分析了審議是不是可以改變公民的這個行為 他後來發現其實呢 參加公益性社團 尤其是意義性社團 其實對於政治參與的程度有效果 因為他可以接觸到跟政治有關的理念跟資訊 然後透過跟裡面同事的交流 其實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議題 那這種社團其實有促進參與的社會化效果 而這個其實是價值跟理念的起似 而不是一些領導溝通這些能力的體驗 那這個地方以我為例 其實坦白說進入司改會工作一年多 其實對我來說其實是幫助非常非常大的 那這段時間其實我也真的認識到了很多 也許我自己原來並不熟悉的 像是人群的一些價值 或者法律的概念 那講個結論 其實坦白說這個過程其實 我覺得不只是改變社會 到最後我發現其實更多是在面對自我的不足 尤其是我自己哪裡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技術人我覺得我們也要講這句話 先做人然後才會是一個技術人 先面對我們自己的人性的不足 然後我們或者是看到不同的人 在不同場景裡面的掙扎 我們才有機會真的用技術去幫助到他們 那些技術也許都不複雜 也許是很簡單的技術 那最後呢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就是 最後你是抱著絕望的心 在做著希望的事 因為很多路其實都基本上你看完以後 大概就是封的差不多了 但是還是抱著希望的心慢慢的不斷的嘗試 那也許事情會有一些改變 然後也許才能真的好好的做一件事情 畢竟其實很多時候 發願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或者是真的去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其實是簡單的 但是把一件小小的事情放在自己的身邊 經免累月的不斷的去做它 這件事情才是最難的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想問 或者是問問 所以在 沒關係我需要麥克風 應該不用把他編導 就是說在現有的網路資訊跟政策討論上面來說 你覺得懶人包的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好或是不好 或是覺得就是說在懶人包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應該用怎麼樣的信心態去念會嗎 懶人包坦白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還是一件相對來說好的事情 因為它相對來說把資訊簡化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小心就是用批判的心去看它 因為它很有可能為了某些立場而可以解決那些東西 所以也許了解了一些事情的overview之後 還是自己花一些時間再去做一點功課 也許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個答案 好不好來說 那如果以我自己來說的話 如果我了解了一個議題 然後這個議題又很破 我應該還是會做一些類似懶人包的事情 來幫我們大家了解 畢竟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這個社會就會變好 就算一個人兩個人 那還是一個法序 這是我的判斷 那有沒有人想要 那有沒有人想要 沒有 沒有 好那就 那就謝謝大家了 謝謝 我們謝謝宇昌帶來的獎題 那這是這個 這詭異成今天最後一個獎題了 那大家可以往那邊去移動 去觀望攤位去幹嘛 OK